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可能今天投资目比较属于呈现观望的气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可能在南部这边有些暴雨的一个 暴雨的一个水灾的情形是这样 可能会或多少稍微影响到一个 南部的一些投资朋友的进出的医院 我想第三个也是 其实投资目目前最关注的 就是在整个症索税的新版 到整个今天送到立法院这边 但为什么在中场过后台股这边 瞬间的急拉由黑翻红上来 最主要是因为传出是整个初审 已经在立法院闯关通过了 但是大家很清楚的是 现在可能在在野党 对整个新版这边 会短信比较有意见一点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 来到8500附近 就我这几天 不论是在家里或在外面 碰到一些投资朋友 一些探讨的大家聊天的结果 因为现在指数来到8300多点 这边接近8500点 剩下100多点 大家怕是说 如果万一立法院这边的证索税 没有通过的时候 那我万一指数这边拉过8500点 我是马上被瞌睡的 所以可能市场上 会有这个疑虑存在 所以这边会稍微怎么样 来到这边也就是 其实也是包含 我们当时所讲过的 现在为什么到8300 8500这边 会亮说 会走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边是9220点 如果你从一个台股的K线图 就很清楚看得出来 两年前台股最高的9220 下一个仅限的反押区 就是在多少 就是在整个8300 8500点附近 所以这边应该会做个 短线震盪整理 我觉得都很正常 但是我也讲过了 不管整个新版的证索税 在整个立法院会怎么吵 或者我觉得什么东折西扣 我认为其实最坏的版本 已经过去了 甚至我可以在这边 大胆的断言是觉得说 也许看起来在野党这边有一些意见 可是如果没有人 愿意成为整个股票市场的 罪人的情况之下 尤其明年又要选举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草草而已 终究应该还是有机会 删毒通过 我觉得个人看法是 应该还是会有机会 删毒通过 所以我讲过的 证索税的放宽 绝对有助于台股 与国际股市接轨 那回归一个基本面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在整个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就是国际股市 竟然就回归基本面的情况下 我想到目前为止 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持续在大涨 创新高 可是只是说 投资你要了解 美国在涨什么股票 这个也就是等一下 我们会持续在帮投资追踪 美国在涨什么股票 跟着国际股市的脚步来走 跟着大咖的资金的脚步 你绝对是赢家 而不是输家 对不对 所以说要跟国际接轨的话 也要搞清楚 其实现在在美股的部分 不断创新高 到底是涨什么样的类股呢 我们先来看到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最后是输在了8377点 只有小涨8点 而在成交量的部分 真的很低迷不振 最后量的部分 只有707亿元 这台北股市修盘的表现 只不过其实关心到 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的部分 现在竟然要受到 国际股市的影响 那不是各个类股 现在很可能跟国际之链 也会出现一个联动呢 信姐怎么看 没有错 我一直最近跟同志们讲 你都不用担心 第一个嘛 我们说轮动的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最近 将近半个月一直跟同志们强调 大咖的资金怎么样 已经从黄金怎么样 黄金这边 获利了结撤出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觉 到上礼拜五 黄金是持续在 创整个波段新低 对 持续的再往下跌 我们一直跟同志们讲 你要跟着赢家的脚步来走 赢家的脚步 现在是回来股票市场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指数来到这边 八千三百多点 接近八千五百点 最近量缩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又感到恐慌害怕 因为我是觉得最近 是投资者在场外观望不敢买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会回过来问投资者说 你不要怕震荡 你不要怕说 涨多指数 会不会有拉回整理 我觉得说 不管指数回不回 最主要是选股 因为我觉得你看到波段的高点 到今天为止 你有看到波段的卖讯吗 你有看到整个长线的一个 什么要做投的结束卖讯吗 我相信都没有 就像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是问投资者 你有看到两千五百亿到三千亿 高档的投布量吗 绝对没有 现在到目前为止 不到一千亿成交量 所以投资者 如果以成交量来讲 现在在抢一千亿以下 你认为是高档投布量吗 你有什么时候看过七百亿的成交量 台股重挫崩盘过 绝对不可能发生嘛 历年来他都告诉你这件事情 台股会有那种一千点两千点 甚至两三千点 那种大波段拉回 一定会爆量嘛 到目前为止只有七百零七的成交量 根本就不用担心嘛 第二个我们说 你看到股票全民运动了吗 也没有嘛 现在买股票人投资分很少嘛 对不对 第三个你去吃饭的时候 你听到大家在聊股票呢 还是菲律宾 没有嘛 大家在谈菲律宾嘛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选股仍然不显示 你根本不必管指数 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在太栽子速投资 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 你错失很多赚钱机会 那错失了哪些赚钱机会 或者未来要选择我们说的 产业趋势相当的类股族群 我想我的看法 一样持续帮投资的追踪 没有改变 我们可以看这边 大萤幕这边 就马上打播这边 好 其实在性节的部分 之前有帮我们提到一档个股 今天也攻上涨停板了 是什么呢 就是跟隐形眼镜有关的 保导科了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回过来 大家看到整个大萤幕这边 就马上打播看一下 这边的整个大萤幕 这里一下 好 那我觉得 谈到整个大萤幕这边 我们过去一直谈到 现在叫第二季 第二季也走一半 其实第二季的 营收获利的成长股 已经几乎都是一个 呼之欲出的情形之下 那在整个呼之欲入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为什么 过去在这段时间 一直跟投资有强调是 第二季的营收获利 上上成长展愿 那各位投资 你会发觉 你不要嫌腻 说老师 你这一招已经放了一个月给我们看了 但是你会发觉 过去这一个月来 请问这些族群 有没有在轮动 请问这些族群 有没有持续在轮动 创波段新高 不然在饮料股这边 1201的胃权 是不是再来 我们搭配K线图来看 就是有没有在上礼拜五 甚至在今天 持续的再创下 整个波段新高上来 1201的胃权 有没有持续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1201的胃权 1216统一 是不是这波也是什么 股价也是拉上来的 甚至到9907的统一时 今天股价有没有持续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有没有 都有看到吗 所以你会发觉 也许你投资会觉得很腻 说老师 你已经讲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很抱歉 就是这个月还是在涨这些股票 因为他们能来在怎么样 处于传统的怎么样 旺境里面 再来谈到这个族群里面 3到9月为LED的传统旺季 我想为什么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一直请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LED的产业分析师 宴委来到现场 就是最主要是跟你讲 这边真的LED会涨 也许你说在整个结论里面 我们讲清楚 太阳能它是属于比较什么 投机 那投机的太阳能 你就用一个投机 短线来操作就好 但是太阳能 我们讲得很清楚 其实如果你去看它的财报 或者各家的研究报告 其实它都很清楚 告诉各个投资 太阳能今年大部分90% 还是不会赚钱 都一定不会赚钱 产业的状况不好 对 产业状况到现在不是很好 只是有时候跌升股价 会有反弹 会有一个短期间的 投机的一个炒作行情 但是如果当整个短期 短期的投机行情结束的时候 它要回归基本面 到时候如果当大阪指数 要震荡整理 太阳能股票要回归基本面 可能它未来拉回的幅度 就会怎么样 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说如果 我们一直觉得说 投资炮你这股票很简单 用一个日常生活角度 来看股票 未来你家会先换 太阳能的热水器 还是LED的灯泡或灯管 我相信你 我闻了这么多投资朋友 相信投资炮你可能 自己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在 10个人 有9个9一定会回答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定先换LED的灯泡 或者LED的灯管 所以我们回归是说 未来最先普及化的 其实就在这边 就在LED的照明这边 那你会发觉 包含在2393 我们可以搭配K线图来看 2393的一光 有没有在上礼拜四 拉出一根漲停板上来 对不对 这两天再次往上来 在盘间 一直持续在盘间上来 有没有 股票再创新高 如果从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我们都看周围镜 过去这一个月 从低档45块5毛 到这边54.4 割头之后 这样涨幅多少 涨幅高达19%左右 杏杰老师 那又要问了 这是一个攻击讯号吗 我觉得说 或许它会有短线的震荡 但是震荡峰回 这里绝对都不会是 它的波段最高点 因为它到目前为止 请问产业旺季走完了没有 绝对还没有 目前叫做产业的旺季 尤其第二季 大家很清楚 第二季 整体的LED的获利 一定都会叫第一季怎么样 大幅成长 这是确定的 第二个 割头之后 你们家的LED灯泡换了没 还没 还没代表它的整个 产业高峰期到了没有 还没有 就好像我们说 智慧型手机 为什么走到建区成熟性的产业 因为几乎快 人手一期 LED还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 看到2448的金电也是一样 今天你会发觉 今天金电也持续的 在创整个波段新高 已经来到59.4 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 从49.1 涨到这边59.4 一张价差有多少钱 各位同志 一张价差有多少 都有10块钱 一张都可以赚1万块以上 波段涨幅多少 都有20%以上 过去这一个月 那你说LED这边 我讲了 震荡缝回 可以特别注意 甚至在LED的关键的零组件 也就是不管你用哪一家灯泡 它都一定要用到它的东西 关键零组件的 我想我们在上礼拜 晏伟来也都讲过了 这我就先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那回过来说 谈到这边的 好 LED讲完 我们再看到生技股 这边的衣材 隐形眼镜这边 我想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来 第一个谈到衣材部分 4103的百略 这一波你会发觉 从我们也是过去在这边 第一根的中长虹出现的时候 整个盘整完 第一根中长虹出现的时候 我们跟投资朋友 在节目中推荐 也在我们的投资讲座里面 70块 跟投资朋友讲过这一檔股票 4103的百略 这一波你会发觉 拉上来将近百元左右 最高来到97.9 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也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各位投资朋友 波段涨幅高达多少 高达40% 4103的百月 波段涨幅高达40% 如果你让你在70块买 最高来到97.9 你说就算那你没有卖到 最高的97.9 我相信9596 闭着眼睛随便都很好卖 70到95块就好了 一张可以赚25块 一张可以赚2万5 买5张赚12万5 买10张赚25万 一个月 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好 那整个这一波的百略大涨 之后 再回过来看到刚刚这一张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跟投资中 强调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第一个它是寡散市场 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如果在隐形眼镜 它并不是随便哪一家想做 或打进这个市场 它就可以生存下来的一个 寡散市场的产业 为什么这么讲 我相信隐形眼镜 这个叫做眼睛 是人的灵魂之窗 那在整个灵魂之窗 我相信各位投资 如果出来一个杂牌的 你没有听过品牌的隐形眼镜 不管它价钱多少 再便宜你会不会用它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用 因为你不会拿你自己的眼睛 所以一旦 叫做品牌打出来 这个品牌已经打出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市占率 你会发觉它几乎都是 很少有竞争对手的 所以再来隐形眼镜 我们讲过 它在中国是怎么样 它的未来是个高成长的空间 隐形眼镜 我们看第一档股票 叫1565的精华光学 这一档股票 当时我们也是从第一档 来马上打波搭配K线来看 从整个400多块 如果再拉长一点 400多块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在这边 这边刚好突破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投资伙推荐过这档股票 过去这两三个月来 我们一直在谈 对不对 到这边纯金最高来到715块 好那整个精华光学大涨 是带动8406的什么 F金可大涨 所以金可这一波 也从我们那时候讲的380 最高涨到580 好那我知道很多投资伙都会讲说 老师 虽然精华光你当初再讲 也一张高达479块 也一张高达较近50万 对不对 F金可你在300%推荐 那一张也要多少钱 也要将近40万 我的资金没有那么多 这些比较高价股票 我比较买不起 那我说我们回过来跟投资伙讲说 好就算你买不起F金可 你买不起精华光学 还有某一档叫做 其实最便宜的隐形元件公司 叫做宝导科 那当时在宝导科这张股票 我想过去这段时间 季限附近 我们一直在推荐80几块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跟投资伙讲 这张宝导科 手上拥有一万七千张的 怎么样F金可 我说F金可只要股价在500多块 有一万七千张的宝导科 整个F金可 对他的每股的净值贡献度高达多少 高达150块 所以说如果他整个 整个F金可 对整个宝导科每股 净值贡献度高达150块 加上去年宝导科的EBS 是5.13元 创历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 寶导科的EBS 甚至高达1.67 如果第一季 就已经做到1.67的寶导科 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今年寶导科 应该绝对EBS 在5块多以上 绝对今年获利 可以再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 从80几块 到今天为止 发掘掌停板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中分析 走势图 你会发觉 看起来好像很牛 但是他是在轮动 多头市场的特性 就在这边 震荡完之后 中场以103块掌停板收盘 掌停关门 对掌停收盘 但是你会发觉 来我们再回过来看K线图 所以我们就说 之前是不是精华标 标完什么F金壳标 对 那他们这些高价标完 可能最近短期要做休息 你会发觉轮到谁上来 是就轮到 寶导科就跟上来的 这一波 最近这几天 有没有看到寶导科 开始转强 股价越喷越强 甚至我觉得 未来应该有机会 早晚来挑战 历史的高点 113.5 应该都是指日可待的东西 那我想这边真的是 恭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段时间 你要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我相信都是可以赚得到钱的 所以说短线上 其实也是上涨了好几成 只不过在今天 广告之前 整个有奖产品活动 似乎跟上涨好几成 也有一些关联 没有错 我刚才讲了 其实这个多头市场的特性在哪边 叫做第一个股王争霸站 之前的汉维科 跟大力矿股王争霸站 我们在节目中 跟投资人追踪过 第二个叫多头市场 叫做向上的比价行情 同类股 同质性的股票 会有向上比价行情 所以竟然谈到一个 向上比价行情里面 来我想我们今天 有讲成答的题目很简单 最近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所提的一档大涨 四成多的生计股是谁 我相信这个很简单 从70块涨到这波 最高来到97块9毛的 这一档生计股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 也持续跟投资的推荐 那如果你回答这个股民 你答对话 我想基优的生计股五将 接下来 这五支里面 特别有两三支 我觉得你一定要买 应该可能会是 继保导科 继百略之后 下一档会往上比价的生计股 好 所以说在整个 有假菜品活动的部分 信姐也是特别 帮我们提示了一下 那更多信息 都在稍微节目现场 我们马上回来 记者目前所在这洞大楼 据传有位老先生受伤 却不愿意就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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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受伤 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医生 不愿意 看医生开刀 要花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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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不愿意 是的 老人家没有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 不但没有保障 更加希望会叫老本 友邦仁寿 长期关心引法族朋友 在意外保障方面的需求 2012年全新推出 投保年龄在五十到七十五岁的 全新老神在在意外险专案 涵盖日常生活中 常发生的大大小小意外保障 只要透过电话就能投保 免体检 简单又方便 全新老神在在专案 不仅提供引法族 基本的意外身故 残废理赔 也包含了意外住院 住院手术 更加容易危及生命 需长时间休养的 重大烧烫商理赔 提高到保额的百分之五十 此外 因意外造成一到六级残废 每月提供保护重大伤残保险金 连续起付一百个月 搭乘国内外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所造成的意外申雇或残废 保障直接提高到三倍 现在就请拨打电话 立即有专人为您服务 像我们的年费 实在是很需要保护 年费有很多的事 如果不走去 开始符合我们的 幽邦人手的条件 就趕快来对自己的安心 您是儿女不在身边的引法族吗 您会担心意外发生 带给子女困扰吗 全新老神在在专案 专属五十到七十五岁 每天约二十五元 就能享有意外申雇 意外住院 意外重大伤残保险金 意外重大烧烫伤等多项保障 现在就拨打咨询专线 有专人为您服务 有我帮你 AIA 有帮人寿 Hello 大家好 他是林尤薇 Hello 大家好 他是非常厉害的插画大师阿力 我们一起设计一系列的青子装 嗯 每定用一件 我们捐出十元 给儿童福利联盟 帮助需要爱与关怀的小天使们 还有机会跟我一起去幼儿园 跟小朋友一起种下爱的魔斗 让幸福与爱成长茁壮 现在上网搜寻爱乃克iGood 我们与小天使等你喔 好 整个大盘目前似乎还是持续的霞幅震荡 其实除了生技族群之外 之前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是特别提到了 就是营建族群了 在营建族群的部分 杏杰今天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没有说我想谈到营建股 这一档营建股之前 我们可以先导播再帮我们看一下 2520贯德的K线图 2520贯德的K线图 为什么要先看2520贯德的K线图 我想你只要是我们的长期观众的投资 都应该很清楚 当时我们曾经在这边25块半的时候 曾经在节目中可以推荐过这一档股票 好 之后在投资讲座的时候 是大概在28块半也给你推荐这档股票 为什么看好当时贯德这一波会大涨了20几%的原因 理由在哪边 其实如果从25块半到现在的33块9毛 其实涨了多少 大涨也是超过三成 涨了32% 如果你那时候是来听投资讲座的投资是在28块半 其实来到高点33.9 大概有18%到19%的涨幅 原因理由很简单 就是明年的EPS它可以上看多少 至少7块钱起跳 也就是所有法人界都知道贯德最主要的推案量 都是路障都是在明年 所以为什么股价会先行反应 大家知道是说 如果我看得到未来的东西是确定的 股价一定会先行反应 所以如果说 现在已经大涨上来贯德之后 下一档能够一样从20几块 来 导播麻烦再缩小 看到刚刚245块的贯德 如果一样可以从这边20几块这边 一样未来复制贯德的这种波段大涨 三四成的模式的股票 就是在2534的宏盛这一档 银剑谷这边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2534的宏盛的大萤幕 这边的一个CG 我刚刚带来的资料这边 为什么看好这一档宏盛的理由 原因在哪边 我想也许头之后 你看到它第一季的财报真的不好 甚至是付的0.13元是没有赚钱的 甚至第二季其实它的财报也是不会很好 也就是上半年其实宏盛是没有什么赚钱的 等于是在一个什么路障的空窗期 但是为什么路撞空窗期的一个2534的宏盛 你会发觉你仔细去看法人 尤其在外资法人 几乎天天都在买它 为什么外资法人天天都要买宏盛的原因 理由在哪边 就是看到的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怎么样 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三段 就是在六福房工对面的 爵士的商办 EPS上看五到七元 那你想嘛 如果贯德叫做明年 可以赚到七块钱 我这一波就已经从二十几涨到三十几了 贯德已经从二十几涨到三十几了 可是你是明年才赚得到七块钱 那是明年的事情 明年还隔那么远 可是我回过来我宏盛 我今年就是叫做看得到 赚得到吃得到的东西 我今年就可以大概赚到六七块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现在只有二十几块红胜 在这边财报公布完震荡拉回 可是都说你要不要跟着法人 尤其外资这个大赢家 逢帝做个卡位布局的动作 但这档股票你可以特别去做留意的动作 我觉得这档股票既贯德从二十五块半 大涨到三十三点九之后 我们再次在这边跟头之后 推荐的就是在二五三四的红胜这档股票 那再接下来可以看下一档的股票地 我想再来就是说在整个生计股这边 我们一直持续跟头之后 在分析的就是在整个生计股这边 包含在四一零三百略 为什么当时我们在第一档 看到的百略这档股票 就是因为它每一年都持续了什么 持续了一个什么 稳定的获利 最少都有赚到三块半 最多赚到四点七二 所以这一波的四一零三百略 就是从七十块大涨到多少 九十七块九大涨了四成 花一个月时间 涨了四成的一个基优的一个生计股 好那整个在整个百略大涨之后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的CG这边 大萤幕这边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中有跟头之后 谈到整个1788的新仓 对不对 再谈到新仓这一档股票 来看1788的新仓 最近这一档股票 有没有就像我们就讲的 整个在创整个波段新高 那如果创新高的新仓 当然短线怎么样 过新高之后 会有个短线的震荡整理 可是如果你把第一个 从一个K线图角度 你把新仓的K线图缩小 缩小到更小的时候 类似我在上礼拜 跟头之后分享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清楚 看出一个东西 各个头之后 它的所有均线都纠结在这边 都在八十几块这附近 第二个 其实它已经在打底了一两年的时间 而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它就有点类似之前的4103百略 它是属于基优生 每一年最少EPS都多少起跳 四块多起跳 甚至去年已经赚了5.13 今年第一季赚了1.85元 代表今年我一定甚至有能力 获利再创整个历史的新高 所以在整个短线过了新高之后 它或许会有一个短线的震荡 但是我相信震荡王的信仓 应该股价一样 如果百略都有机会 本益比向20倍上扣关的话 你认为1788信仓 未来的本益比 有没有机会再向整个20倍扣关 那赚5块钱本益比20倍 其实就是多少 一样类似百略 股价未来有机会再挑战百元的关卡 我想这也是一档股票 投资部可以特别去留意的一个标的 只不过提到了生技族群的信长 刚刚其实在整个有奖真打的部分 信杰是特别提到了生技五虎降 可以帮我们稍稍做个解释 我想为什么这边特别跟投资部 要谈到生技五虎降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的一个大萤幕 这边的一个字塔这边 看好它的原因理由 其实在这边 最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在这礼拜三 渴望通过是怎么样 行政院这边渴望通过是 生技的发展条例 这个绝对是对一些二类的一财股 它是一个利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要跟投资者分享的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稻穷 到上礼拜五十在创历史新高 美国稻穷在涨什么 美国稻穷在涨什么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不是在涨Apple 它又在涨到生技类股 又来了 所以各位投资者你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然就是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这边 去注意 人家美国在大涨的生技股 是在涨什么生技股 这是第二个利多 第三个我相信投资者你要知道 七月份 也就是在一个多月之后 重新什么 会有一个七月的生技展 它重新是在新药跟什么 医疗器材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觉医疗器材这一块 为什么这次最近 特别跟投资者挑选出来这些标定 其实不是只有最近新昌在创新高 这一档股票也是差一点点 创了整个这一波的新高 这一档股票 其实最近这几天 它严格讲起来 已经涨了将近15%左右了 也是从大概50块 涨到现在已经57块半了 那我觉得这几档股票 你有没有发觉都有共同特性 我第一季都是赚一块多起跳 全年至少EPS都有多少 有在赚钱的 不是只有本目的 对 他们每一年都至少赚4到5块 那如果每一年都可以赚4到5块的公司 其实它的本益比只有几倍 目前都只有十来倍而已 那我觉得这些股票就像我所讲的 应该未来都有机会像20倍的本益比 做扣关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说在未来震盪过程当中 有两三支你一定要特别去锁定药苗买 因为我觉得这两三支应该是这一波里面 特别会比较快速发动往上攻击的 那都知道7月份要升级展 现在已经5月下旬了 如果给你一个多月时间 让你复制4103的百略 你要不要跟上车 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 信杰再帮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奖侦达到底今天送的是什么呢 没有错我想因为7月份要进入升级展 我们刚刚讲的未来这一个多月 要怎么样布局怎么升级的GEO的55价 就是很简单 复制近一个月节目当中 我们所提的大涨4成多的 这一档4103的百略 对 升级股的股名是谁 让你复制百略第二 对这份资料有兴趣的 想要在未来这一个月賺到波段大钱的 请你待会广报节目之后 跟我们保持联络 好的 如果说在美国的升级类股 又再次发动攻势台湾 等升级族群能不能受到激励 持续带您来锁定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